我听说有这样的一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在拍摄的现场 周星驰曾经扬言说 如果杀人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我就当场就杀了你 当时你在现场吗 是这么一个情况吗 对 有那么恶劣吗 不 不是恶劣 是非常非常好 当时我是落得不得了 我是非常开心 因为他说起欢华之城 是有一个原因的 是有一个故事的 就是当时派公夫 他叫我回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听说很多人都说 周星驰骂人骂得很厉害 然后我在电话里面跟他说 其中一个条件 我回来派公夫 如果在现场 我听到你骂人 我走 我离开走 我不会回来的 那么哪天他就拍扫牙针 拍来拍去他做得不好 我看到周星驰骂得很厉害 但是他看看我在旁边 如果在法律上 不须骂得很厉害 不须骂得很厉害 我想杀掉你 我都觉得非常有受养 圣哥 这件衣服的岔 我想开高点了 没问题 又流心 阿正 你来真的啊 阿正你来真的啊 就是说 本来工夫里面 那个插飞兜的 他不做 他要给肥仔冲做 我说不能 你一定要做 然后我记得他很好的理由 然后他最好地做 什么 有什么为什么 你来扔 我扔 快点 好 冯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可以走前an 以及瞄准些 好吗 好 强强七号的时候 他有曾经找过我 当年我又退掉他的原因 就是当年我陪我的女儿 来北京学跳舞 所以我说 我不能参与你的强强七号 但是哪个戏拍完以后 有一天 他们公司有一个 他们的监制 这个王晓哲打电话给我 他很开心 他说刘道 我们拍得很开心 我说说嘛 周先生很好脾气 没骂过人 我听你有好 所以我觉得 其实人不一定是这样的